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徐倩的眼中 男友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阳光帅气 还幽默 最主要的是对女朋友好 徐倩家境不错 父母就她一个孩子 难免宠爱了一点 所以也有点任性 男友每次都能包容她的小任性 徐倩觉得很幸福 可她忘记了 爱情容易让人感性和轻易被蒙蔽 尤其是在恋爱中 大部分情侣都会有所伪装 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好的一面 所以就更加难以看到对方性格中不好的一面 就像徐倩 她为了不让男友终有一日会厌烦自己的任性 从恋爱开始 其实也有所收敛和改变 但任性和偶尔耍耍小脾气算是小毛病 无伤大雅 小毛病隐藏一下 似乎问题也不大 但如果是设计原则性的问题 一旦没有在最初被发现 那么等到最后 等到情侣发现 结果也就更加糟糕 两人因为来自同一个城市 所以大学毕业后 一起回了老家之后 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徐倩的父母本来对女儿的这一段恋情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一开始两人都没有想到 年少的感情会走到最后 既然眼下女儿和男友要谈婚论嫁了 作为父母自然要去打听一下准女婿的情况 不打听还好 顶多觉得准女婿说话比较飘 打听下来 发现准女婿在感情的观念上不传统 在念大学之前 在当地就因为感情的事情惹过麻烦 当时父母非但没有好好教育儿子 反而觉得男孩子又吃不了亏 一直互犊子 徐倩父母认为 婚姻中对家庭的忠诚很重要 毕竟感情终究会淡去 但人品会维系好婚姻 所以准女婿这样的观念明显不行 再加上她还摊上了互犊子的父母 不管是非对错 反正自己的儿子是不会错的 这样的家庭不能嫁 可不管父母怎么和徐倩分析利弊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都没有用 徐倩表示 就算父母打听来的事情都是真的 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都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怎么就不能原谅呢 徐倩表示恋爱中 郑刚对自己很好 也没有什么花花草草 不能用以前情窦初开的一些事情来否认一个成年人 父母终究拗不过孩子 女儿坚持 父母只能勉强同意 徐倩此时压根就没有想到 恋爱中她看到的只是男友想让她看到的一面 谈婚论嫁还算顺利 唯一有点不妥之处就是男方要求女方来承担婚房的装修费用 徐倩的娘家虽然经济条件不错 但花钱给没有自己女儿名字的婚房装修 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但徐倩说 就算没有名字 以后也是她的家 还让父母不要总把事情和人心往坏处想 总拿一些不好的事情来举例 难道就希望女儿育人不输吗 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娘家父母妥协 婚房的装修开始了 徐倩亲力亲为 工作之余 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装修上面 毕竟男友说了 让她全权做主 因为实在太忙 这一段时间 徐倩花在男友身上的心思也少了 两人相处时间不仅变少了 而且见面也只说装修的事情 徐倩自然不会想到 这个会成为男友动了花花心思的理由 虽说她后来知道 其实之前男友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只是瞒住了她而已 发现异常是在装修快到尾声的时候 一次男友去洗澡 手机一直进来消息 从来不会翻看男友手机的徐倩 鬼使神差 点开看了 言语很暧昧 关键是一通翻看 徐倩发现有类似情况的聊天对象还不止一个 面对质问 郑刚痛哭流涕 说自己只是一时走了神 主要还是因为徐倩都不关心她了 她就是过过嘴瘾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 男友的哭泣和道歉 加上有感情基础在 徐倩最终选择了原谅 并且告诉男友 只此一次 在这之后 虽说这件事情像是翻篇了一样 但父母之前的告诫 让徐倩心中隐隐不安 她再也不能理直气壮的说父母想多了 她再也不能和之前一样 对郑刚拥有100%的信任 她开始暗中留意 猫改不了偷星 一个人刻在骨子里的观念和父母一直以来的纵容 让郑刚在风波过去之后 选择了再次犯错 这一次 徐倩把男友堵在了酒店 同样是痛哭流涕和道歉 徐倩心乱如麻 但如果只是到此为止 可能徐倩还不会把事情闹到众所周知 最后是郑刚的母亲添了这把火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双方父母肯定要出面了 徐倩父母指责了郑刚几句 言语不算太过分 并且两人的重点是劝说女儿分手 但正当徐倩心中对男友还抱有一丝不舍之时 郑刚母亲的一番话让徐倩坚定了分手之心 郑刚母亲说 徐倩啊 我本来还觉得你懂事实大体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男人逢场作戏而已 何必当真 就像当初一样 我儿子长相帅气 同时讨几个女孩子喜欢 怎么也不是我儿子的错 只要他心里有你 还有这个家就行了 你也不要太得寸进尺 差不多就可以了 徐倩意识到 郑刚母亲嘴里的当初 就是之前娘家父母和她说过的念大学之前的感情纠葛 浪子回头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但郑刚不算是这一种情况 男友一而再再而三在感情中犯错 并且每次都只有道倩和流泪 徐倩心寒不已 而准婆婆不仅护肚子 还贬低徐倩不懂事 不识大体的话 更让徐倩气恼不已 明明是自己儿子做错了事 作为母亲 还谴责未来儿媳妇 徐倩提出了分手 并且找人砸掉了装修 即使钱打了水漂 也不想留给这么一个人 并且先下手围墙 提出分手之后 就在共同朋友之间说了分手理由 徐倩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不说两人的分手理由 肯定会被互独子的郑刚母亲 编排成女方的过错 见徐倩铁了心要分手 并且都砸掉了装修 郑刚还是后悔的 但她更多的是和她父母一样 对徐倩的决定不理解 因为她确实是想和徐倩结婚的 在外面也确实是逢场作戏 只是从小到大 父母对她从来没有指责 在感情上 类似的问题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父母的纵容和互独子 让她从没意识到 自己的言行是错误的 以至于最后 她因为同样的问题 失去了感情和婚姻 网上有一句话说 家庭者 人生最初之学校也 孩子的教育问题 父母和家庭的责任重大 合格和睿智的父母都明白 教育孩子要以身作责 棍棒之下出孝子 话操理不操 父母可以疼爱孩子 但不能溺爱 该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 不是说顺着孩子 互独子 任由孩子胡作非为 而没有教训 才叫父母之爱 父母倘若做不到 就是论事 对事不对人 不仅会毁了孩子的人生 毕竟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 终究会惹人厌 而且以后父母的晚年生活 也会被宠坏了的孩子 给拖累了 希望我们都成为睿智的父母 真正明白 父母的养育之恩 之所以比生育之恩要大 是因为抚养孩子 精神上的引导教育 远比物质上要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